嗨,大家早,大家好 那么这一盆是什么呢? 是鹿角爵的主培苗 叫圆盾 这盆怎么来呢? 是我们这里的一位陈小姐 我从她的脸书的英文名字去看 应该是陈,姓陈的陈小姐 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万一呢 我看的不对呢 希望陈小姐可以给我留言 这个 这个 丁正 因为 英语不是很认识我这样 那么 这一盆是我们陈小姐 丰臣仆仆 从台北 去逛花市 买回来 送给我的 这盆主培苗 的 圆盾 鹿角爵 那么 这个 给大家仔细看 这个 主培苗 它就有一株 主苗 比较大的 这个主苗 那么 在它的跟头啊 都还会有一些 小小的苗 你看 一 二 里面还有 里面还有 这个 大的算的 大的我们先算 一 二 三 三 这里面还有 这个 四 还有一个小屁 五 五 这个 这个 初次 跟大家观察 起来 就是有 五个 小屁 那么 我建议 我们的 这个 好朋友们 如果 你要买 这个 鹿角爵的 小苗 尤其 遇到这种 主培苗 那么 你可以挑 这个 整个 跟头上 越多 越密集的 越多 越好 那我们回来 再把它拆 把它拆成 一个小苗 再 就继续的 跟这里的一样 继续的培养 这样 等于你买一盆 你可以拆了多少 就是 拆个越多 你就赚越多 这样 简单的讲 那今天 要来给这个 拆 把它拆 拆 这样 好的 已经把它拆开了 那么 这个 总共 这一小盆 有 123 4 5 6 包括这个小小的小屁牙 这个 总共 拆成 有6株 6株 那这个6株呢 我们就可以个别的 来把它上 在这个 小盆的上面 小盆的上面 那么 来继续培养 这样 刚才 刚才在拆的时候呢 这个 戒指啊 就是它所用的土壤 非常的湿 这个拿到我这边 拿到我这边 已经是第二天 已经两天了 还湿到都会剩水 那可见呢 这个植物啊 在这个苗起的时候 在苗的时候 它 比较 需要 湿 的一个土壤 比较湿气的一个土壤 那么 我 我在 培养 那个 沙漠玫瑰 也是这样 虽然 沙漠玫瑰它的 戒指 在使用上 在培养上 它要介于 比较干 但是呢 它在苗起啊 小苗的时候 就是 也要 很湿 很湿润的 环境给它 这样 所以这个 真的实在是 很好 这个 其实 像这个 这一株 已经就可以 直接的 上板了 其实通通 可以 这个 大部分都可以 直接上板了 只是说上板了 那我们占空间 那 小小的苗 小屁牙 这个 那我们就 通通 先把它 再留起来做培养 这样 上板是 让它以后 再大一点 再大啦 开始有长脸啦 那我们再来上板这样 这个 就是 把它 又摘在这个 小的 这个 小的 三寸盆 那 它来的时候 应该是 2寸盆 我现在用的 这个 是 3寸盆 那 我现在是 改用 这个 水苔 水苔 来当它的 做戒指 做它的戒指 那么 这个 水苔啊 这个 这个都是很 包含 保水性非常好的一个戒指 这样 那 它来的这个 土啊 它是用 泥炭土 用泥炭土做培养 这 要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拉高一点 跟头啊 让它高一点 可以 对 让它呢 好像我们在 种田的一样 有那个 在那个 枸子上 一灵一灵的 在那个 龙的上面 一灵一灵 那 我们这个 鹿角爵啊 无论你在上班 或者是 像这个 现在在分株 最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 这个 牙头 你不要去把它碰到 碰到 因为牙头是很嫩的 那 你把它碰 碰到的话 那 它断掉 或受伤 那 植株等于 它的生长 就是到 这个牙头这边而已 就没有啦 这样 那 我 现在呢 就是 把 这个 分株 用在这个 三寸盆 三寸盆 那 等一下呢 就是会整个 把它弄好了 那这个牙头 就不要把它压 压得不见 然后 再 让它呢 可以 裸露出来 应该 应该 再高一点 应该高一点 让它高 这个 让它再最高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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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分株成小苗 把它分株啊 其实很简单啦 那 在接下来就是 照顾的问题啦 那 像 像这个小苗 我 我在照顾的时候 如果要浇水 我不是从上面 不是从上面 我是 整个拿下去 用一个水盘 装水 那种泡 至少要这么高 要有这么高的 一个水的高度 直接把它 浸泡下去 这样 好 继续 好的 现在呢 已经 这个 分好了 总共 把它一盆 这样拆起来 又拆成了 六盆 就是有六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包含这个小屁 你看这个 这么小的小屁 这个 这个来栽培 它也是会长大 也是会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那我们一般 一般的 除学者 或是养的 它 它只是看 哇 豬型大 漂亮 这样就好 其实 我在养这个花 我不一定要 豬型大 或者是 一定要多漂亮 我要的是那个种 然后呢 有时候 在买的时候 那个 它的猪啊 看起来是有问题的 但是 我也会尝试把它 买回来 然后呢 自己再把它照顾 照顾得好漂亮 哇 那个成就感啊 又更高 这样 你看 这样 刚才的 一小株 现在变成了 这个 六 六盆 圆顿的小苗 这个 主培苗 那 主培苗 它为什么 我们呢 这个来的时候 它这个一盆里面 会有 这样那么多 因为主培啊 就是用 包子 用 包子去繁殖 那包子繁殖呢 你看 包子就跟那个面粉一样 颗粒非常的小 那颗粒非常的小 那 它用在那个盆子里面去培养的时候 哈 那个 它一起来就 长得像青苔一样 密密麻麻 都是 一些包子的一些 小苗 密密麻麻 大大小小都有 有的呢 你看 同一批 有的这么大 那有的就这么小 变成说 它在一个区块里面 它就有 几千万棵 几千万棵的 这个小苗 那 它就是长得很密集 在一起 那 这个花园啊 那业者 它们只能够呢 用这个 这个捏子啊 从那边捏着一戳 就把它种到 这个 移植到这个小盆来 两寸半盆 然后 它没有 它没有 那个 时间 在金钱上 时间上 它们划布来说 要把它彻底的拆得很干净 成为 单一个猪 所以 它就是这样一戳来 所以 主培鸟嘛 通常 它就是 会有一戳 会有这样一戳 那 来 你一定要 再把它分 一定要把它分开 可以分的时候 你就把它一株一株的分开 再这样子 把它呢 分别的 来 种在这个 这个 培植盆 那 你如果说 像刚刚 还没有拆 那个情形 你一来 你就直接把它上板 那 过一阵子 你其实 你还是要拆掉 你没有拆 它整戳在一起 以后的长势也不好看 这个 这个 这个鹿角角在上板 就是 以一板 为一株 然后 看它整株的一个形态 这样子 很漂亮 那 那 你如果说 有 这个 像刚才一样 这样一戳的把它 上在一个板 那会变成说 有长 长起来就很乱 哪里是头 哪里是尾 很乱 你还是要拆一次 所以说 我们买这个主培苗 你来 还是要把它拆 把它拆得干净 成为这样 一小株一小株 我现在排的就是 由大 变小 这样子 把它排 你看 这样一盆又有六株 那 我上一回 上一回的那个普路 我自己再去买的普路 那个就拆成了 总共有九株 有九株 那我已经把 三株的那个 比较大的 已经上板了 让它提早去 适应 那个在板上的一个 形态 这样 好 这个就是 主培苗的 这个分株 继续的 培植它 其实这个可以上板 这个可以上板 好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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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